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可能涉及天文数字的赔偿 赔偿涉及天文数字 那过路费调涨之后的连锁效应 又会是一笔怎样的数目呢 南洋商报今天的封面 就带大家关注百物存存预长的消息 根据该报报道 各行各业的代表都认为 大到过路费调涨肯定会带来冲击 但目前仍然无法估算出受影响的程度 有趣的是大到过路费调涨的课题 其他语言报章的封面是只字未提 大到过路费调涨的连锁效应 或许会让大家都想要赚一点外快补贴生计 医保的朋友或许可以留意一下 今天光明日报的封面有赚外快的好机会 根据该报报道 未来几个月会有三部电影 以霹雳净打鼓为背景 在医保开拍 而所需的临时演员人数高达千人 另外新报今天的封面新闻 值得大家关注 在2012年因为一起器官移植手术 致死病人的案件之后 卫生部颁布新措施 要求进行移植的医院 必须有一个专门负责移植的团队 很多私人医院无法符合条件 所以国内的移植手术都在政府医院进行 而其中由于资源问题 极大多数的移植手术 都是在马达亚医疗中心进行 这导致很多面对必须进行器官移植 而苦等无门的病人必须到海外求医 而价格介于40万到60万之间 目前我国有超过19000名病人 在等待器官移植 来看今天的其他新闻 早前出席希望联盟推荐里的 巫统前最高理事 以及前高教部副长赛夫丁 昨天在社交媒体传出将加入公正党 而媒体也接到公正党的电邮通知 指该党将在今天举行 宣布来自巫统的领袖加入该党 有可靠消息指出 这位领袖就是赛夫丁 而赛夫丁本人到现在都没有明确的表态 赛夫丁自出席反对党活动之后 巫统或考虑对他采取激励处分 而究竟赛夫丁会否跳槽 今天自有分晓 来看次会者新闻 反趟会重申不成发出声明不调查一码公司 更强调 反趟会在9月22号发出的文告 只是提到没有负责调查一码公司 因为调查工作交由警方进行 反趟会再次强调 不希望任何一方发表言论 指反趟会排除有人涉及一码公司的课题 相信反趟会的这篇文告 是在回应一码公司 因为一码公司昨天讥讽行动党全国宣传秘书潘检伟的文告中指出 潘检伟无法提出实例 更挑战潘检伟如果有实证的话 应该尽快向相干单位举证 而一码公司坚持没有为例的理据是 检察署在检阅国行调查文件之后 已经确认该公司没有为例 以及在反趟会9月22号的文告 也没有将该公司列在调查对象之一 这份声明立即就被反趟会驳斥了 那今天的承报到此结束 谢谢你收看